我们来看这道题 第一种先来先服务算法是优先选择最先进入后备队列中的一个作业 也就是等待时间最长的一个作业为它进行服务 而这种选择和作业的长短没有关系 所以它并不满足短作业优先这一条 但是由于它是按照先来先服务这种策略来进行的 所以对于任何一个作业来说 只要它等待一定的时间 让在它之前进入的那些作业全部被处理完成之后 那这个作业肯定也会被服务 所以这种算法是不会发生饥饿现象的 而第二种高响应笔优先算法 首先响应笔是等待时间加要求服务时间 笔上要求服务时间 所以在等待时间相同的时候 执行时间越少 这个响应笔就会越高 当然这个进程也会越优先 而这指的执行时间少 其实就是所谓的短作业 所以它是满足短作业优先这一条的 而从这个公式中我们也可以看出 对于一个进程或者说一个作业来说 它要求服务的时间是不变的 那么只要它的等待时间足够长 那么它响应笔就会相应的变得越来越高 因此在响应笔 响应笔变得足够高的时候 这个作业肯定也能被调度 被服务 所以它是不会发生饥饿现象的 而时间片轮转这种算法 它是很公平的为每一个作业 就是循环的分配一些时间片来进行处理 它并没有考虑到作业的长短 所以它不满足短作业优先 而这个算法和先来先服务一样 它是循环着为每一个作业进行服务的 所以它依然是不会发生饥饿现象 而第四种算法 从它的名字也可以看出 它是满足短作业优先的 但是只要这个系统中一直都会有 一直都有更短的这些作业进入后备队列的话 那么对于一些长作业来说 它就会一直得不到服务 所以这种算法是会发生饥饿现象的 因此这个题目答案应该选B 既满足短作业优先 又不会发生饥饿现象的 只有高抢硬币优先这种算法 好的 那么这道题将就结束